立院29号排定审查纾困特别预算追加案 包括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财政部经济部等各大部会都到场 国民党立委询问台湾疫情逐渐趋缓 出入境管制何时能放松 经贸关系的重要的来往的 我们可能会先放宽 但是要一定的一个防疫的准备 出入境管制有望放松 而陈时中先前也提到 推测6月国内疫情就能告一段落 主记长朱泽民也松了一口气 这是不是整个经济反弹的一个号角的响起 应该是 财经部会对国内经济谨慎以待 纾困贷款也如火如荼展开 不过就有立委发现 经济部以及交通部 对于企业员工薪资补助的标准不一 经济部要求企业必须不减薪才能贷款 而交通部却是减薪两成内都能贷 怀疑是一国两制 也感受到政府的诚意 所以我们跟产业界谈完以后 产业界有这样响应 我们就把它拿掉 那你标准要不要改为跟经济部完全一样 我们这个可以来调整 从内需出口步步紧盯 纾困预算要花在刀口上 谢谢到我们下期再见 这是新闻用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